徐根宝有多耿直 或者学校 就像收学费 收培训费那样 我这里第一年 你看00年 只是600块的生活费 直到现在也是800块 讲清楚 你们家长有责任 我们共同培养你小孩 这600或者800 每个月的 也是你们应该付的 所以600 800都包括什么呢 他什么都不管了 什么都不管了 全是我这里管了 所以我00年的时候 一个小孩 00年的时候 一个小孩就要补他两万块 你看他 600块一个月 你说光吃 住场地 我们教练的上学 外出比赛等等 全包在哪了 服账 当初补钱怎么办呢 就是我们靠这个宾馆 对 您给宾馆拉来很多生 我觉得宾馆 年明师教练打电话来了 说生日快乐 国家在说的诉求了 说快乐足球 你说今天能快乐吗 那 诉求肯定不快乐 是吧 大年初一 年头一年的诉求 今天那个晚上 看完球的行李 痛苦 晚上也没睡好 最早上跟我们老教练 联系统的中间 老闆是线台上是谁 三二一请回答 成龙啊 像不像 像哪 当年我看他们踢球的时候 就看到标题 成龙如何如何 然后那你右边的 在嫖你呢 孙姬孙祥不帅吗 不帅吗 也是帅哥 那么你的马相 最特别的三年了 最特别 嗯 根本就连自己了 那边的都放心了 是 这边都是小鲜肉好不好 对 都是小鲜肉 第二题 最调皮的弟子是谁 三二一 小鲜丁 陶俊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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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会说周俊成 他不是有个外号 就叫 敲皮鬼是吧 嗯 是不是 我以为会说你呢 陶俊丁是他师父 调皮鬼的师父 一号二号 我们来看下一题啊 这个 所有的弟子当中 最老实的是谁 嗯 十分之 一个当队长 你看 哦 到国庆也是队长 他就是传说中 别人家的孩子 学霸这种那题 是不 就格外稳重 对 嗯 让人放心是吧 小凡你说 谁最老实 吃老子就这么一样 能来干凶我吗 没有啊 No.4 干什么了 还没玩了 你谁还没玩 怎么这个责心啊 人家把人家忙着找你 扩散了 还没玩了 你没怪你 你不是你的责任 怎么这么一样啊 给你们四个字 换着换着 想赢怕输 你们想得太容易了 这是一个有实力的队伍啊 陪我们自己的实力 上去 如果没有实力 也是一个平常的心 对吧 这样断练 No.5 辞去了这个 俱乐部教练 这样的一个位置 就是一门心思 投入到这个足球基地的建设当中 是因为你当时看到这种 假球赌球的现象 你不愿意同流合污呢 还是因为看到这个中间 纷繁复杂的人事关系 让你过于头疼呢 我的下课 都是我自己主动辞的 我感觉到我搞不下去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面问题很多的 像就是说没法搞 实际上02年 02年 甚至98年 在大连的时候 已经有这种迹象了 你那时候会看到一些 自己身边有些什么样的现象 也有人求 来叫我帮忙 放这一场球 为他保级嘛 那我就给他做工作呀 这个对 我叫他们放 他们可能放了 以后 你叫他们别放 他们可能自己要放了 你没危险了 这个当教练 最最基本的一个原则 要把住 后来还是证明 还是有很多人没有把住嘛 所以才会有很多人 被牵扯到这种 假球和赌球当中去 慢慢慢慢 就感觉到好像是 很正常的嘛 也没能抓嘛 No.6 我跟崔福生变上小勇志航说 其实是比我们那时差多了 但是 昨天不是你们正式水平 你们刚打完联赛太累 你们最近 心里有点烦 烦什么呀 我感觉到 这不是正式水平 包括我们在座的国家队员 不是你们真正的水平 我们拿真正水平拿出来 经过三年 我想 还是有希望的 有希望 不是像外面说的 没戏了 什么 即使没戏 也不要讲没戏 No.7 94年遇上的 那上去正好输给辽宁队 三比一 这红可输的 中上我把它换下来 我批评他 他就给我顶嘴 不干了 同志们再见 三天不露面了 但是 这些队员 你通过工作 你这些招待他们 他还是要踢球 是吧 工作好 给他指出来 但是对于他的错误 对于他的 这种 不归的行为 这个你必须要指出来 不能因为他是主力 我记得当初 我们上海市领导提出来 就是没有特殊的队员 所以我那时候 标语提出来就是这样 就是谁有情绪 就 谁有情绪不要上场 谁有情绪就下场 No.8 解放出来了 他在前面 他就是 那个 回防的政认不是很大 但是要求回来 对吧 那更能把他 那个整个的潜力发挥出 No.9 中原队 生花得比赞 我徐老那时候不知道 他带了 孙吉孙祥 杜威 就是8182这一品 结果我们这里 程耀东 我 生思 比赛来 生花也风凉了 说比赛之前呢 徐老某种程度 是一种手法 就是告诫这些年轻球员 就是说 一是 我是年纪已经是 偏大的这个球员了 你们其实在球场上 不用去害怕的 撒开就在 我儿子冲着来 去了 你老妈来 空性老婆嘛 嗯 他跟年轻队员说 给帮老娃 人已经是空性老婆 那比较害羞 有句话说 我说 我说 他跟张龙 结果呢 这个 话传到你耳朵里了 他们那个话传的 你看 还要快 你看 他们那也有 现在我们走 真的 真的 两个队伍之间 而且 结果那个比赛 打了我们2比0赢了 但当时你听到 赢了之后 你怎么那个报复他的 我没报复 我是没有 我我刚空性老婆 被估的是新老婆 你让我 你让我 我 我是空性老婆 我 他去了 一来才放港 一来才放港 电视没底下 啊 哦 第二天 我把他 陈耀东 他们那帮 加上我们这帮 我在小南国 前来 吃了烤肉 我就跟他们说 我们95年生号冠军 你们是 你们都是 工程 公程 我是要感谢 这顿饭是感谢你们的 嗯 啊 就这个意思了 这和好吧 解释了 嗯 No.10 我儿子冲着来写了 因为我 我一当空性老婆 嗯 他跟年轻的人说 给帮老婆 这已经是空性老婆 那比较害义 你一个人家家收尾 你一个人家收尾 这就是他 结果呢 这个 现在 话传到你耳朵里了 他们那个话传的 你看 还要快 你看 他们俩也有 现在我们走 真的 真的 两个队伍之间 而且 结果那个比赛 打了我们2比0赢了 但当时你听到 赢了之后 你怎么那个 报复他的 我没报复 我说没有 我我刚 空性老婆 对 估了是新老婆 你那底子上 我 底子上吧 我刚 我 我就空性老婆 哈哈哈 现在才放港 现在才放港 天市没底下 11 从那个 那个基地 就个大 这个石头上 中国的曼联 在地道 中国曼联 对 做球明星摇篮 走向世界的希望 等等 口号都提出来了 嗯 从 市场角度 当时真是没考虑 00年 我投资了 3000多万 嗯 所以 那个一些大老板 就说 你3000多万 你什么时候回报 我说 十年某一件 你十年 能不能收回成本 他们就问我这个 所以我当时 根本没有这种 那个 那个经营 这种头脑的 如果是 我要投资地 不刚才跟你说了吗 就应该 我这个3000 3000多万 就是到处买地 就去行了 是不是 你3000万 2000年 2000 2000年的时候 亚洲金融风暴 那全是很值钱的 3000万 是吧 当然 现在 有些人就说了 更保持 足球界 最会做生意的人 最会做生意的人 做生意里边 最懂足球的人 对 讲了这么一句话 您认同吗 开始我不认同 那现在他们 事实是这样了 已经 就是我这十几年 下来以后 我的球员 球队 技能看速度 技术看球感 意识 判断意识 看大脑 这是四个标准 高标准也要求 而且要高标准 他们看见你害怕吗 应该说还是 在意的 他们也反抗的 他们怎么反抗 你看那个顾川普 有一段你去放他 他不是说了吗 我们底下商量好了 什么时候 给他 顶他一次一次 跟他干一次一次 几年假球 赌球 包括黑社会的介入 使得中国的足球 也是乌烟瘴气 你回头一看 是不是当年 这个及早的收手 还或许是一个明智之举 当时看他乱象 就是说没法搞 实际上02年 02年 甚至98年 在大连的时候 已经有这种迹象了 你那时候会看到一些 自己身边 有些什么样的现象 也有人求 来叫我帮忙 放这一场球 为他保级 那我就给他做工作 甚至有的是 我的队员来当教练 我就跟他说 你凭本事 我把这一条 那么这个队 我叫他们放 他们可能放了 以后 你叫他们别放 他们可能自己要放了 你没危险了 这个当教练 最最基本的一个原则 要把住 后来还是证明 还是有很多人没有把住 所以才会有很多人 被牵扯到这种假球 和赌球当中去 但是你领导也不抓 慢慢慢慢 就感觉到 好像是很正常的 也没能抓 所以越变越厉害 越必要 14 徐根宝 一生当中 有60年是跟足球打交道 做队员的时候 从少年体校 一直当上了国家队的队长 做教练 从国奥队 国家队 在岛山花万达俱乐部 一路也是做得风生水起 再到后来 自创根宝足球基地 和东亚足球俱乐部 当他的很多后生晚辈 都已经淡出足球的时候 他却一直站在 足球的第一线 这究竟是一种宿命 还是一种使命呢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 把徐根宝先生 请到了我们节目的现场 掌声有请 谢谢 好 谢谢徐指导 来到阳岸访谈录 我跟这个徐指导认识 怎么也得有17 8年了吧 96年了 您还那时候 还在指导 生花队的时候 我们就认识 这么多年 很多人都已经对中国足球 彻底失望了 您失望吗 干嘛彻底失望呢 还是有希望 就是看到最近这一系列的事情 使得人们在这个坊间 对于足球的这种谈论 或者说是这种情绪的宣泄 一直没有停止过 我们首先请一个现场的球迷 来谈谈他的一个看法和提问 好不好 好的 来前面这位 其实6月15号我也看了这场比赛 我是非常痛苦的 痛苦到什么程度呢 绝望了 绝望了 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就是外行在领导内行 还有教育方面 青少年就爱学习 不让大家去提提族 今天我请来这位嘉宾呢 比我说话很多了 他曾经说过这么几句话 我要缔造中国曼联 横下一条心一定要出现 这位嘉宾为了表示我本人对他的尊重呢 我今天要站起来 迎接他到我的金星秀里来 观众朋友们让我们热烈欢迎 上海足球教父徐指导徐根宝先生 有请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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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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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听说过吧 人们说我脾气特别爆 反正我听说了 您的脾气也特别爆 对吧 这一个火药筒 一个火把 碰到一起什么效果呀 就爆上加爆 那就爆一爆吧 就爆一爆 如果我早生二十年的话 我肯定是您的粉丝 为什么呢 本人喜欢帅哥 徐指导长得又帅 又是体育健将 今天我其实嘛 做这档节目的时候吧 我特别忐忑 我有很多 好了 本期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内容 请点击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